不安防 亲爱的朋友平安 欢迎您参与今天的电视祷告会 今天我们要来为年轻人的一些工作来祷告 年轻人都一直抱怨钱好少 薪水很少比以前更少 可是老板也说 现在年轻人好像工作能力没有很强 所以我们要为这方面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大家都很需要更新 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 更新我心意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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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祢是桃家 主祢是桃家 我是你徒 我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 更新我心意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 祢是桃家 主祢是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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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桃家 我是桃家 我是你徒 莫我塑造我 是我的尖求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 主你是桃架 我是泥土 莫我塑造我 是我的尖求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 更新我心意 是我能想你 主 是在这个世代 我们真的需要神你不断更新我们的心意 主 叫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都被神保守 主啊 让我们单单看见神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 主啊 若你给我这个命定的道路 主啊 让我就带着神你给我的应许 我努力往前奔跑 主啊 让我带着神你给我的祝福 在这个世代能够发挥神你 在我生命当中所要发挥出来的影响力 主 帮助这世代的年轻人们 主 让我们进入到职场当中 仍然不断宣扬你的福音 让我们在神给我命定的职场里面 为主发光 谢谢耶稣基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对年轻人来讲 上班当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当然最高兴的就是 每天在家打电玩 然后给出去逛街 然后可以刷卡 无限刷 最好父母亲无限量供应 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爱去哪里就去哪里 最好不定期可以出国去玩一玩 人生太快乐了 但这样的日子能过多久 这样的日子其实过不了多久 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 到哪里玩 看的风景也都差不多 到哪里吃 吃的再好也不过就是那些山珍海味 所以真正让人有成就感的 还是要回到工作 还是要回到一个你 你的才干 你的能力怎么样能够发挥出来 所以年轻人两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是 你一定要找到 上帝放在你心里面 你最擅长的事情 你最会做的事情 你做了会最开心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一定不是玩耍而已 怎么把工作结合玩乐放在一起 这是年轻人需要学习的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 年轻人要学习 千万不要耗吃懒做 所以年轻人要学会怎么理财 年轻人要学会 你不能够花的比你赚的还要多 年轻人要学会 控制你的欲望 我们今天来为年轻人 这些事情来祷告 我们看两节圣经的经节 在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一节说 又要立志做安静人 办自己的事 亲手做工 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 然后在帖撒罗尼加后书三章十节说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吩咐你们说 若有人不肯做工 就不可吃饭 好奇怪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发生 为什么这样的教导 都发生在帖撒罗尼加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原来在当时帖撒罗尼加是一个地名 在当时他们有一群人 他们被教导说 世界快要末日了 所以不要上班了 不要再工作了 都没有意义了 所以每一个人就在那边等 最好每天就在家里面 就读圣经祷告 然后就神那里赶快把我接走 天上好得无比 不用再工作 地上太苦了 这地上太烂了 这些上问题太多了 我们就等着 你把我们接走吧 其实当时呢 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 认为说 反正这个世界要毁灭了 所以我就不用再做任何的努力 因此保罗就写信给 帖撒罗尼加的教会 告诉他们说 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会来 保罗也在贴撒罗的家里面 告诉他们说 如果上帝要来 一定会有一些记号 上帝要来的话 会让你大概知道 会有那个感觉 而不是像你们现在这样 每天坐在那边 坐以待毙 就造成有一些人 他就想说 主耶稣快来了嘛 你家房子放着也是放着 卖了吧 卖那些钱拿来 大家一起共用 东西大家一起吃 反正在没几天 耶稣就要来了 所以教会有错误的期待 所以保罗才会做这样的教导 那这样的教导到今天 还是很适用 你知道现在有些年轻人说 不用那么努力工作嘛 反正呢 总有一天都是要死的 反正总有一天呢 人生就是这样 什么都是空虚 没有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读书也是没意义的 上班也是没意义的 赚钱也是没意义的 所以当你跟他说 你一天到晚打电话 有什么意义 一天到晚出去逛街 有什么意义 一天到晚跟男朋友出去玩 有什么意义 他说那你每天上班有什么意义 你在家管小孩有什么意义 你做这么多事情有什么意义 最后还不是大家一起死 那这就是错误的价值观 就是很多是非对错 在这个时代不见了 他觉得每天浪费时间 他无所谓 他不觉得他浪费时间 因为他也看不出 你那样做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上的所谓的成人 我们这些大人 我们工作的时候 我们也没多快乐 所以年轻人觉得我打电话 我还快乐一点 我在打电话我还快乐一点 我看你们去上班 好像也很痛苦 所以他不会很羡慕 亲手做事 所以这里讲说 立志做安静人做自己的事 为什么你没办法安静 因为你充满抱怨 因为你就不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有多快乐 如果爸爸妈妈养小孩的时候是快乐的 小孩他就会快乐 如果妈妈一面在那边切菜 一面想说真烦 干嘛养小孩 爸爸一面赚钱一面骂说 真是想一想真后悔 当然要是不结婚不生小孩 现在这些钱我一个人花多爽快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孩子怎么会快乐 他们根本没有看到你付出的过程你有快乐 原本上帝的设计是让人开开心心的付出 付出本身就很快乐 因为你所付出的 是神创造你的一个才干 如果你有画画的天分 每天画画每天画画你就很快乐 没有什么事情比画画更快乐 如果你是爱迪生 每天在实验室里面一直做实验 他就最快乐 连结婚都没有这么快乐 那些科学怪人是结婚在那边 试约的时候 他脑袋在想 什么加什么会发生什么东西 什么加什么会爆炸 什么加什么会怎样 他脑袋都能想这种事情 因为他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热爱 他的工作 他非常投入他的工作 所以一个弹琴的人 他如果真的喜欢音乐的时候 他创作乐曲的时候 他是快乐的 每一个人你在做神要你做的事情 都应该是快乐的 所以年轻人要学会的事情是 不是为了混口饭吃找一份工作 而是你必须找到一个 你自己的目标志向 是结合你的工作跟你的兴趣 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我也遇过一个人他做导游 我就问他为什么做导游 他说因为我好喜欢旅行 世界上怎么有这种工作 去旅行还可以赚钱 因为去旅行都是要花钱的 有没有一个工作室 我可以到处去玩 而且我一个人玩很无聊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你知道吗 这栋房子有故事的 你知道吗 这条街有故事的 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是有故事的 我还可以跟人家讲 发生什么故事 我本来就很爱讲话 我一直讲话 我到处去玩 还有人给我钱 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有 他发现有一个工作 叫做导游 而且他是非常专业的导游 大家好喜欢听他讲话 他说太棒了 我拼命讲话 还有人给我钱 然后我带人家到处去玩 还有人帮我出飞机票 还有人帮我出饭店的钱 太棒了 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情了 哇 他是一个快乐的导游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 出国旅行的时候 遇到那种混口饭吃的导游 脸臭的不得了 然后还计较说你小费怎么给这么少 你是不是很喜欢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 是不是神放在你心里面的那个热情 有的人就是很喜欢跟人接触 很喜欢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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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不喜欢讲话 他就喜欢在实验室里面 把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放在一起 看看会怎样 每一个人不一样 有人就好喜欢数字 他就很喜欢知道 奇怪 为什么这个月少了一块钱 这块钱跑到哪里去了呢 他一定要找出那一块钱在哪里 他做会计 他就帮忙查你公司的账 你的钱花到哪里去了 有的人他最快乐的心 他就是来管你 让你钱花最少 得到最大的效益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年轻的朋友 如果脑袋只想要玩乐 不要骂他 他会这样想 是因为他不认识自己 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很多很多 各行各业快乐工作的人 如果看到这个世界上的 每一个人都很快乐 市农工商都很快乐 开公车的司机很快乐 开计程车的也很快乐 路上扫地的也很快乐 他发现他周遭充满了 所有所有不同行业的人 都是充满着欢乐 这个孩子 他一定会去找到一个他的角色 他一定不会充满抱怨 他一定不会想说 我要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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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去玩 自从上学以后 他就想要去玩 你有没有发现 自从上学以后回家做功课 所以他偏偏地想 我不想去上学 可是爸妈说 你一定要去上学 好吧 所以他就开始压力压力 他只想我要放学 我要放学 所以上学的目的 就为了放学 然后老师就说你要写功课 所以他写功课很痛苦 他心一意就是写完功课 我要去玩 所以老师说写到第五页 他绝对不会写到第六页 他根本就不享受学习的过程 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让一个人从小到大 他就想我要玩 我要玩 因为我的时间 我的生活方式 都被你们锁死了 我唯一拥有的时间 就是我完成你们 要我做的事 然后是我的时间 所以我只想做一件事 我要放松 我要玩 亲爱的朋友 不要骂年轻人 只会享乐 只会玩 他们只想玩 是因为他们的生命 是被压抑的 因为他们看到整个身边的人 都不快乐 所以他就被暗示 他就觉得 我要玩 我要玩 不玩 我活得好痛苦 这是本末导致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 要为年轻人祷告的时候 希望弟兄姊妹 你会明白 神的心意 是每一个人 找到你的位置 然后欢喜快乐 吃你的饭 而且你只要做工 你自然就会有饭吃 你只要去做 就会有收获 但愿整个社会 是充满了喜乐 平安 充满了动力 充满了热情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为我们的社会的 这些年轻人 我们一起为他们来祷告 我们首先求神 赐福他们 最工作的态度 还有怎么花钱 怎么管理钱 这个态度上 他们必须要正确的观念 跟正确的态度 我们大家一起为年轻人 一起来祷告 祝我们来为年轻人来祷告 天鹤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祝我们愿意 谁个年轻人 都很清楚知道 他必须要不小心 亲手做政治 祝导 祝天鹤 天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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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子 让他们严格 在这些态度 他们在当中 可以享受神 和他们分开的各样的环境 祝他让他们懂得 祝我们全花的地区的钱财 而不必运用在那个奢华的身体上面 我要让他们现实的你去拿出来 来 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要特别的为着 所有的年轻的孩子来到你面前祷告 主啊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愧对了神 我们这些成年人 我们好像没有真正的去思想过 金钱 还有这些 属世的这些 教导我们的这样子的价值观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把它传承下去 主啊我们或许这些做父母的 我们没有真实的 在我们的运用金钱上面 做一个好的榜样 我们也没有在工作上面 好像真实的展现出我们的喜乐 我们的满足 我们没有给这些孩子这样子的榜样 以至于这些孩子 他们在许多的价值观上面产生了偏差 但主啊 我们又没有敏锐到 好像我们自己需要被改变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的指责我们的孩子 我们可能就觉得我们好软弱 我们不知道这个社会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以至于我们好像常常的在抱怨 我们在埋怨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主啊 恳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都合一回转向你 主啊 主啊 回转到你的面前 主啊 更多的渴慕你的话语 主耶稣 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这个世界教导我们的真的不是正确的 唯有主你的话语教导我们的 我们才有办法真实的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 我们才有办法找到那个位置 而且在那个位置上面 主啊 为你来发光 然后发挥我们的恩赐 你所赐给我们的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 还有我们旁边的人的生命 以至于这个世界都能够得到满足 主啊 恳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子属天的智慧 但我们必须要先回转向你 唯有坚定在你的话语里面 主啊 你才能够照光我们前面的道路 主啊 主啊 恳求你帮助我们 每个人都更深的来思考 来思想 主啊 我们好像羊 主啊 主啊 在前面带路的羊 若是迷了路 若是看不清前面的道路 他们有可能坠下悬崖 我们所有后面的羊 难道也要跟着一起坠下悬崖吗 主啊 恳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再次去思想 那个瞎眼的领路 必定要所有的人都掉下坑里 主啊 帮助我们去思想 我们到底是follow谁 我们到底是跟随谁 主啊 教导我们的领路的人 到底是谁 我们要更多的回转向你 精进的跟随你 因为我有主耶稣基督 你是我们的牧者 你是我们的好牧者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接下来我们也来祷告 我们为这些年轻人 有好的工作的态度来祷告 我想华人的年轻人 他们永远的榜样的部分 就是在于长辈的吃苦耐劳 所以求主也让这些年轻人 他们看到他们身边的长辈 他们想到他们所拥有的 都是这些过去的这些父母长辈 他们吃苦 他们去做而拥有的 所以求主让年轻人 不要成为好吃懒做的人 而是照正经说 牵手做工 然后吃饭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祝师的再次为年轻人们来祷告 祝要是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祝要让他们愿意 真的愿意能当神写往正 我们希望能够在牢势 保护我们同一领受的职论 怎么能完成 祝要让他看见 祝在过去我们这一代 我们如果真的舔手之主的打拼 让他们学习我们的态度 我要让他们看见 他们能够像我们一样 享受在工作的环境 我再有的喜乐 希望他们能够在公司得到满足 谢谢 祝师我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说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主要是主因为 因此我们来到你面前 主要是主 谢谢你交托给我们 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使命 都有任务 主要都有意向 主要是主在 主要你所托付给我们 所交托给我们的事情上面 主要让我们能够忠心去完成 主要是主 并且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主要是主 我们经历到从你那里而来的恩典跟智慧 主要是主 给我们 主要有力量去完成它 主要有智慧去完成它 主要并且我们知道 不是靠着自己能够成事 主要 乃是靠着那家庭 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 主要是主 主要让我们在这样子的 服事的当中 或者是在我们的职场上面的工作的当中 主要也让我们享受 在那工作当中的那种喜乐 以及那个成就感 主要如同你创造宇宙万物一样 主要你创造了这些之后 主要你说这 主要你看这一切都为美好 主要是主我谢谢你 主我相信这是你要我们做事的最主要的原因 主要是主 主因为在这当中 主我们看见 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受造 主要是那样子的一个创造 主要是何等的美好 主要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功用功能 主要是何等的 主要可以彼此互相的来帮补跟扶持的 主要是主因此我们知道 主在这个做工的当中 主要不是靠着自己能够来完成 主要是要靠着团队彼此互相扶持的 主要是主在这当中 主要你也来训练我们 熬练我们 主要使我们能够产生出 主要那美好的美德来 主要不管是勤奋 或者是努力 或者是付代价 主要甚至是能够 主要产生 主要面对困难的那样子一个抗压性 主我们谢谢你 主要让我们在做事的当中 经历到你的祝福 经历到你的同在 最后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 求主让年轻人知道 他受造 他的恩赐才干是在哪里 因为整个教育的环境 社会的环境 不是很鼓励年轻人找到自己 我们是一个比较压抑的环境 我们是一个来祷告 求主让年轻人 他们是神所造的 求神自己引导他们 在这样的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环境中 他们依然明白自己的神 给他们的那个最主要的恩赐能力 到底上帝造他是为了什么 他们要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为这件事情一起来祷告 主要是来 主要是来 为自己引寻他们 为自己引寻他们 为自己引寻他们的 祝福他们的心情 找到他们的工作里面 祝福他们的正确的目标 主要是把他们的恩赐才能 摆在他们里面 没有印象 不是为了自己引寻他们的爱 不知道他们是爱 不知道他们的恩赐是什么 父要让他们的信仰 祝福他们进入 他真的要享受 显然关注一心的环境 在他们的环境上 让他们勇氣 他们成为活热 精力的耐炼 就让人的灭气 生命会员的手 现在天父上帝 主啊 恳求祢 主啊 祢让我们 主啊 在这个世代的 主啊 年轻人 或者是在那些 那些在寻找工作的人 主啊 试得他们 在寻找的过程中 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主啊 他们能够 真正的找到自己 主啊 有些的环境 主啊 真的是看起来好枯燥 主啊 好像我每天 都在做一样的事 好像没有人称赞我 主啊 但是祢帮助我们 能够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找到那个热情 主啊 因为祢所创造的 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甚至是祢量给我的 这份工作 主啊 一定有它的原因 主啊 一定有那些的价值 主啊 是的 恳求神 祢帮助我们 有时候在这个社会里面 好像不容许我们犯错 主啊 我们在寻找 主啊 我们自己的 兴趣的倾向的时候 主啊 是的 有时候 我们会错误 有时候我们会犯错 但是主 我们好像 有这样很大的一个压力 好像很怕我一犯错了 主啊 我一跌倒 就没有办法再爬起来 好像我们有给 这样一自己的 这样的一种压力 主啊 但是主啊 恳求神 祢帮助我们 有这样常识的勇气 主啊 我们也有去包容 主啊 那些跌倒 跟那些错误 主啊 让我们的心 主啊 能够用天赋 祢的爱来看待这些的事情 主啊 恳求神 祢帮助我们 真实的 主啊 真实的 主啊 能够 在主祢的爱里面 主啊 找到我们自己的价值 主啊 也让我们 有对的态度 主啊 知道自己 主啊 我们不需要 有多高的功臣名就 主啊 重要的是 在做事的时候 主啊 我们能够有主 祢的爱跟祢的热情 在当中 主啊 我们谢谢祢 主 我们再次为 整个社会来祷告 我们知道这个社会 弥漫的是竞争 是压力 是失败 是否定 但是透过我们今天 在这里来祷告 我们再次为 整个社会来祝福 求祢赐福这个世界 透过我们的祷告 被翻转 年轻人的生命 多么的可爱 他们有这么美好的未来 让他们珍惜 让他们真的 对未来有盼望 让他们也对未来有方向 不是跟着世界走 不是跟着别人走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路 我们不需要 跟着别人的路来走 所以求主教导他们 因为你的话语告诉我们 说羊都会认得你的声音 所以你要让这些年轻人 他们会找到 他们的命定之福 他们会走 你要他们走的那条路 以至于他们有一天回头 觉得这一生 何等的有价值 何等的宝贵 何等的有意义 祷告奉主的名求 祝你是陶家 祝你是陶家 恩赛奉主的名求 那儿的名求 所以 поммент转性 觉得神 asleep 祝你是陶家 更新我心意 使我更想你